太空必将会成为未来竞争的焦点,在美国的X-Space发射成功后,一家日本初创公司也不甘示弱,他们的火箭名称叫MOMO-2火箭,MOMO-2火箭是互联网巨头踏踏自美和为的新鞋的结晶,它本来将成为日本首个自然支持的太空船,就在前两天,这种火箭就行了发射,但是在其发射后几秒钟, 它的推进器似乎失效,然后落到地球上,火箭发射,电视录像显示,这枚10米33英尺高的火箭从发射台稍微抬起,然后掉到地上,在火球中消失,NHK公布电视台的录像显示,一枚烧焦的火箭躺在地上,当然还有很多观众,虽然许多观众看起来很惊讶,但在壮观的爆炸中没有人受伤, 所幸的事实没有对人员造成伤害,发射爆炸,由剧本初创公司Interstellar Technologies开发的MOMO2火箭,在日本最北端的主导北海道的特别阵发射, 这次发射预计是将携带观测设备等火箭发射到100多公里62英里的高度,这次失败是在去年7月的一次挫折之后再次发生的,当时工程师在火箭发射后,大约一分钟失去了与火箭的联系,发生爆炸,根据发射公司Interstellar Technologies表示, 在分析最新的失败后,他将继续起火箭发展计划。 Interstellar Technologies总裁Papa Hero Ingaway表示,他相信火箭在起初发动机上出现了故障,他为失败道歉,并表示他的团队会收集罪片来分析问题并改进火箭。 现场观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